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有了咖啡就有了点点今天事 点点今天事要点什么 本来要点十九大 但是后来想一想 十九大这个话题太大 可能一讲 又是很长时间 现在是长周末 所以大家都极度赶回家 极度下班 我呢 还要继续开会 也就想跟同事早一点开会 所以我做一个比较短的节目 其实这个跟十九大也有关系 不过呢 主要是延续早几天的 中央军委的解放军的兵种的调整 调整 那么呢 其中我已经讲了 这个联合参谋长 总政治部主任 空军 现在讲到了海军 不是 不是海军 陆军 陆军 我们知道 湖南安华的 陶树的老乡 从陆军司令员 他是首任陆军司令员 调任了解放军的联合参谋长 那么李作成留下了陆军司令员的职务 有韩卫国的接任 韩卫国是谁 有何背景 有人就说 哇 他是韩兴祖的孩子 当然不是 因为韩兴祖 是湖北 红岸人 有人说 他是韩兴隆的孩子 外交部的 当国副部长 也不对 韩兴隆是贵族 应该是同仁人 而这个 韩卫国是什么地方人呢 是这个 一个河北景兴人 景兴是什么 就是 背雪之战的来历 当年韩兴 以少甚多 背雪一战 利用了人性的推点 把人的能量 逼到极限 最后面 打罢赵军 这个故事 跟这个 迫伏沉重 以后 来同之之 景兴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 成为 背雪一战的 来历 当地的人 韩兴之都 是不是韩兴的后代 还是韩兴的亲戚 不知道 不过这个地方 接近 它是湖北 接近山西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的 后来的 共军的 其实也不叫共军 国民 革命军 第八路军 八路军 八路军 也就是国军的八路军 也可以说是共军 实际上是共军 所谓的北团 北团大战的地方 这个地方 所以韩国 它跟韩兴有什么关系 还要去查一查 总之呢 似乎是可以接得上来 多姓韩 不过我早就讲过了 韩和实际上是一家 古上 其实并没有和姓 韩兴是韩国 灭了以后 逃争到江浙地区 流亡到江浙地区 所以当地韩和不分 所以分了一个核心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跟韩国同志 也许是同一个组线 先不吹这个牛 但是呢 我们先讲 韩国的爸爸到底是谁 当然 他谈不上 像韩先总 韩一龙那么有名 但是呢 也属于一个南下干部 当年的四野 当年的三野 他们从北方一路打来 打到广东 湖南 海南 或者是福建 江西这些地方 一些的 水军的干部 就留下了在当地当官 有的是从军队里面服营当官 那么这些人 地方上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南下干部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南方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因为他们是干部 他们领到食堂 领到企业 领到机馆 也把食堂的生活 也把食堂的生活 改变成为了有一点南下的味道 就是北方的味道 比如说一些面食 馒头 包子 这些事情 都是这些南下干部 带来的功劳 韩威国的父亲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查出来 官到底有多大 但是在1970年的时候 他能够把孩子 送到军队里面 本事不小 因为他儿子 不是一个正常的年龄 才14岁 当然 我也认识8岁 还是10岁 就穿上解放军军装的人 那是叫特殊招兵 也就是有特殊的技能 有一个著名的明星 他就是很小的时候 成为解放军的战士 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20多岁 还是一个娃娃脸 一个女孩 不讲他的名字了 是一个明星 那么他就是几色当兵 但是那时他有特殊技能 有一些后台 也有一些表演才能 韩威国 并没有证明他有特殊的才能 因为他去的是一个普通的部队 去当的是一个战士 14岁 1956岁 所以说1980年 10年以后 我也参加所谓的工作了 那个时候也是14岁 这些经历 在经历看起来 已经不可思议了 所以如果没有第三方证明 你讲出来 可能还认为吹牛 但是在那个时候 大家真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有时候跟父母就有关系 像我完全是父母要逼迫我 赶紧参加工作 以后可能参加工作困难了 赶紧先参加工作再说 那么韩威国的父亲 在1970年的时候 他做出了这部分决定 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 有超一日 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司令员 因为解放军是以陆军为主体 掌握了陆军 在一定程度上 就掌握了共军的 绝大多数的战斗力量 韩威国最开始参加的军 是参加的兵 从战时做起 是当时候的湖州军区 这两个军 一个是二十九军 一个是三十一军 二十九军我曾经讲过 二十九军的 二十七十的镇尾 叫许家腾 许家腾是江苏余高人 他在1954年 返回江苏老家 不是老家 就是老省 就是同一个省 他不是回到余高 是回到江苏的南京 成为南京的市委书记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老乡 也是同样的江苏的余高 苗家生了一个孩子 叫苗华 苗华就被传说为 现在要接解放军 政治工作部主任的 接张扬职务的描划 那是二十九军 那么实际上 韩华卫国 他参加的军 表面上叫福建独立二十 实际上呢 是在授予二十九军领导 有一点像李祖成 当时候的第三师 表面上是广西边防第三师 或者叫独立师 实际上是由四十一军领导 其实当时候也叫集团军 在柳州的 现在跟十四集团军合并 成为第五十 七十五集团军 那么 我后考开会 抱歉啊 这个 没有休息好啊 这个 嗓子有一点不舒服 必须喝点水 再继续讲 抱歉啊 样子难看 没办法 那么 后来 1980年 大概是十年后 就是我参加工作了一年 这个独立师就 撤销了 就变成了独立团 广 附近省军区独立团 后来又撤销改变了 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的兵力啊 进入了武警 那么 韩威国 不想去武警混 他主动要求去野战部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要从 这么一九八三年大概是 要调到野战部队 那么是不容易的 表面上 他说是有特殊能力 但实际上呢 他的父亲 或者是他父亲的战友 或者其他关系 或者是起了某一些作用 这个不知道 也许以后更多的韩威国的资料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总之他去了 二十九军 二百七十一团 不是 这个 是二十九军 二百七十三团 二百七十三团 然后一九八五年 二十九军撤销 其实他也不是撤销 他是跟三十一军合并成为 三十一集团军 所以很多将领 从三十一集团军来的 什么赵克什 蔡英廷 很多都是 从这个集团军里面出来的 描划了 那么三十一集团军的据地 就在厦门 在厦门的时候 那么 这个 习近平同志 就是在厦门 当过领导 对三十一集团军 当然有特殊的感情 跟这个军队 他的孕育也比较的密切 不过 韩威国的据地 应该开始不是在厦门 而是在当主 因为合并完了以后 他应该是进入了 应该是三十一集团军 九十一师 二百七十一团 原来是二百七十三团 现在也是二百七十一团 还是二百七十三团 我就忘了 然后成为副团 这样一步一步升上来 从副参谋长 实力副参谋长 然后军里面副参谋长 一步一步升上来 升到什么职位 副军长 当然到了军部的时候 军副参谋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到了厦门 所以这个时间 怎么跟习近平有某一种关联 还有信息的对照 那么 当然后来 习近平成为副军省的领导 那么他前省的机会就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 跟三十一集团军的关系 也就变得比较密切 不过韩伟国在三十一集团军 当到副军长的时候 他就调到了 调任了 十二集团军的军长 绝对是王教成 王教成后来也是升了 好像是大军制司令员嘛 那么十二集团军出的人才 其实很多 一等最著名的 就是文革的时候 当过中央军委副主席 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 也当过副主席是李德森 好像是的吧 再猜一猜我忘了 反正就是文革的时候 冒生的很快就是十二军出来的 还有一个后来成为海军政委的魏晶三 还有呢 这个 莫名前面要死掉的 公安部的一个部长 叫李正 好像也就是这个李正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十二集团军 第十二集团军呢 驻扎在江苏的苏北 在徐州 我还记得 夜到徐州 坐火车 我去济南 路上经过徐州 记忆很深刻 那个时候 八十年的初期 那么我们 刚才我讲了十二集团军 在去年改变的时候 改变什么呢 改变叫七十一集团军 那我们慢慢就知道了 南京军区 改为 东部 就是华东的东 东部战区以后 仍然有三个集团军 这三个集团军 是北边的 你看 跟我昨天讲的 那个 那个规律 我们现在这一次发挥作用 在北边的十二集团军 改为七十一集团军 再往南走 然后是浙江湖州的第一集团军 改为什么 七十三集团军 然后再往南走 第三十一集团军 改为七十三集团军 然后往广东方向走 费州的 第四十二集团军 改名为七十四集团军 然后再往广西走 再往云南走 广西柳州的 四十一集团军 和云南昆明的 第四十四集团军 合并成为七十五集团军 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走到北下来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 你就发现很简单 从是二集团军 韩威国当了军长以后 他调到了北京军区 成为副司令员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他当时非常年轻 可能是最年轻的副司令员之一 但是更有趣的发生在去年 各大军区合并 能够原来是 什么军区司令员 就换成战区 这个司令员 那有的 就基本退下来了 就没有正职了 换成吉他职务 或者调一个兵种的司令员 在五大 新成立的战区 只有一位 是由副司令员冒生上来的 就是韩威国 所以当时韩威国 成为中部 就是中国的中 也就是以前的北京军区 巩卫军师 那么呢 他成为首任司令员 所以他一下子就成为一匹黑马 最精英的部队 38机动军 最精英的装备 基本 都是在原来的北京军区 大家都知道 都是在现在的中部战区 为什么 因为保家卫国 可以用比较差的部队 所以我前面讲过 比较糟糕的部队 一种部队 编制不完整 设备比较差的 基本上 你就是保家卫国 保卫党中央 不行 38机动军 或者是其他机动军 都是最精英的部队 所以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是保护朝廷 保卫江山 谁的江山 跟着那个江山 而人民的江山 就比较糟糕的 不得去保卫 大家看一看 就明白了这份道理 韩卫国这一次 只有几个月时间 又跳升为陆军司令员 陆军司令员 上演以后第一次露面 干什么 是北京卫视区 去视察北京卫视区的工作 北京卫视区 就是更直接的 更明确的 更日常的 保卫党政养 保卫习主席 所以这个非常明确 当然在一些天之前 叫什么 居日和吧 这个名字印起来不那么熟悉 在内蒙古的军事演习 阅兵的总指挥就是韩卫国 所以韩卫国的名字现在越来越引起注意 所以大家也相信 这样一个得跟习近平有怨怨的人 只要在政治上不犯大的错误 紧跟习主席 那未来竞争的空间 还是大大的 而且习近平根本就不讲究了一套 什么在一个单位上任职三年四年五年 不是的 干上几个月 就会给你调上一个新的职位 所以韩卫国将军 你的父亲是何等的英明 在1970年 你还是一个娃娃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今天 你是习近平 最器重的一个将领 而且是解放军军力里面 最主要的陆军的司令员 所以 我跟你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希望你能够 保护好习主席 保卫好你的党政要 开玩笑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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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